老師您進到這個OneNote平台之後呢 您就先暫時用訪客就好了 您從右上角這邊 有一個訪客滑鼠滑過去 這裡按下去就可以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可以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那下次您就用相同的代碼 在下面這邊輸入進去 這樣您的閱讀紀錄 您的筆記 有加入的群組 有加入的有訂閱的課程 就通通都會在裡面 都會繼續下去這樣 那這個是免費的 所以您可以直接這樣子進來就好 你看我這樣就取得一個八位數代碼 那按我了解之後呢 您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呢 您預設 這裡其實還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課程 就是公開的課程 您在發現這邊看到的 都是公開的 都是公開的 那預設呢 我們是進入到這個 這個課程 這個裡面 預設是在這個課程裡面 好 那我們的資料呢 放在下面這個群組 我們資料在發現裡面的群組 所以呢 您來這邊 到群組按一下 你就會看到我們的牌在第一個 好 我們的在第一個 昨天晚上的在第二個 哈哈哈哈 好 您就點進去 點一下 右上角就有個加入 這樣您就可以進到我們裡面來 好 就是我們所有的這個延期的資料 我們都擺在裡面 那這個翻轉學習平台 其實如果老師有興趣也可以 一起來用看看 對對對 齁 您就按加入 這樣您就會看到 我們剛剛的簡報也好 還有 相關的一些連結 我都把它放在這裡面了 相關的連結也在這邊 那我們主要的這個 我們主要的這個內容 主要內容會放在任務裡面 就除了簡報以外 還有其他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都放在任務裡面 這樣您要找就會比較方便 好 就比較方便 這個打開 您就可以連結過去 它每一個有多少單元 那個打開 您就可以連結過去這樣子 好